第一次发现的 然后做了两次 一个平早一个正常 连着做的吗 对 哎呀 这种没意义 这个节节呢 可能还是 就形态上 还是符合 这个肿瘤的特征 因为密度不均匀 有血管 有这个密度 但是呢 就是说 不是说 是所有的 就是我给你看一下 我的这里面 这就放大了 看到吧 看到吧 这个节节呢 不排除是肿瘤可能性 但是呢 你看到里面有血管 有这些空的地方 黑的地方 这就叫密度不均匀 所以呢 考虑肿瘤可能性的特征 但是呢 也有的炎症 也是这种特征 所以呢 第一次发现 就不能着急 你又年轻 是吧 有那么大医生 我不要担心 它是个磨玻璃密度 又那么年轻 又年轻 所以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就是要复查 也可能它是炎症的 你下次复查就消掉了 所以碰到这种磨玻璃节节 又是你又年轻 所以不能 你看到了 说哎呀 有肿瘤特征 它就是肿瘤 就要手术 它也有可能 不排除它是炎症的 就像有的人说 要这个人看的贼眉鼠眼 像坏人 但实际上有贼眉鼠眼的人 也有是好人的 是吧 所以你要给自己一次机会 吃过小羊羊吗 吃大概一个月 就是发现以后吃的 然后你就这是一月份的 你现在复查一个可以了 吃过了以后多久了 吃结束了以后多久 也有一个多月了 行 给你开个单复查 所以不要着急 也可能就消掉了 消了不是就没事了 就是说复查 就是今天在这里复查 对可以 那它是需要预约的对吧 预约 你就这两天就能做吗 好 你做了你就在网上发给我 我网上发给我 对 你要挂号又第一个要等 对呀 第二个呢 你就不及时 那你帮死就不应该做那么密吗 那我营修又建议做 那没办法了 现在是看病要紧 也不能耽误 所以现在虽然有辐射 你就觉得怕有伤 但这个问题不大 还是要做 你明确了 它消掉了 你不是更开心吗 那是那是